本期Kino教程让我用两分半彻底教会你制作视频进度条 以我下方的进度条为例 主体主要有两部分构成 一个半透明的矩形和一个不透明的矩形 来到Kino中我们开始制作 空白画布插入一个矩形 拉成长条 置于画布的下边缘 左右顶道边填充颜色 另外复制一份 把不透明度调低 两个矩形就都有了 把半透明矩形置于底层 下面把页面复制一份 在上一页中把上方矩形拖动到左侧的画外 两个页面之间使用神奇动 我们就拿到了一个基础的进度条 神奇动的参数设置请你注意 要把加速改为5 从而取消缓入缓出 让进度条匀速运动 另外过渡时间上可以拉到最大 虽然最长只有60秒 不过已经够用了 最后把背景设置为无填充 导出为影片 这两处等待时间都设置为0 帧率可以设置为60帧 可是选择HEVC或者是Apple ProRes 4444 勾选以透明背景导出 拿到一条透明底的视频素材 然后就可以在剪辑软件中 随意套在任何一个视频上了 你可能遇到的问题是 进度条素材只有一分钟 但是需要加进度条的视频 不止一分钟 很简单 直接调慢素材的速度就可以了 比如我们在Final Cut Pro中 把它的速度调成1% 那么一分钟的素材 就变成了100分钟 哪怕你要给一部90分钟的电影加进度条 也完全够用了 而放慢速度导致的真意损失 对于进度条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用Kino做进度条还有一个好处是 可以高度自定义 素材的颜色 外观 包括进度标记都可以随意更改 比如坏蛋联盟这部动画电影的进度标记 用的是一个榔头 文稿制作的时候 仅仅需要把标记放到上方举行的前端即可 神奇动会让它同步向右移动 如果你还需要在进度条里面加段落注视 可以直接在文稿里面添加文本图层 至于如何准确划分段落位置 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是 在剪辑软件中给每一个段落分割点加标记 然后把视频的完整时间线截图 在Kino中把时间线和进度条对齐 参考时间线标记 给进度条划分段落添加注视 学会以上这些方法 至少在进度条这件事情上 你将不待受任何模板的限制 至于Kino还能做些什么 关注我慢慢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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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